我今天要健身的是我本身 在三年前因为脑干酸塞 也就是脑中风 也因为凌脂而改善了 做到很好的改善 事情发生是在90年的3月份 有一天我刚好晚上跟我先生 要到朋友赖中我先生家 可是在路上就觉得说 人很不舒服头一直很晕 可是到达的时候就开始一直吐一直吐 整个人就是晕得很难受 都快站不了了 结果我们那个朋友赖先生就跟我说 永珍啊你要小心一点 这种情形可能会造成脑中风 那时候我心里想说我那么年轻 中风这个名字好像不该发生在我身上 他就说我建议你说 连子一定要下去吃要不然很危险 他就拿连子给我吃 结果我吃了之后还是一直吐 后来就到医院去 医生帮我打了针 所有让我只吐和只晕 回家之后我也听赖先生的话 我就他接我说一天20颗铃子 花粉40颗这样下去吃 我就这样一直吃 结果我吃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就很正常了 那时候我就想说 哎好了就算了 铃子也把它停掉了 可是隔了到六 那时候是3月份嘛 到6月份的时候 我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哎怎么觉得说 我的左半边的脸麻麻的 那时候本来以为说去压到 可是过了10分钟的时候 还是要麻麻的 那时候我就很紧张赶快起来 可是一起床的时候 整个人都站不住 头很晕 而且我左半边的手和脚都死不上力 都站不住 后来我就很紧张 我就赶快打电话给我先生 我先生去上报 我就打电话跟他说我的情形 他跟我说家里还有灵脂吗 我说有 他说你先吃一瓶下去 吃完之后去看医生 那时候我就真的心里很怕 也毫不考虑了 就赶快灵脂一直吞一直吃 吃完之后我回来想到说 我们朋友赖先生 他对医学尝试蛮多经验的 我就打电话问他 跟他说我的情形 他说那你的脸有没有歪掉 我说我不知道 我看镜子 结果照镜子的时候 我的人终已经跑掉了 而且我的眼睛也稍微下垂 他跟我说 那你灵脂一天先吃半瓶 去看医生 看医生怎么讲 结果我去看医生 但我们封有一间汉中医院 结果去的时候医生说 详细的情形 他也不知道 因为要检查他才知道 他先帮我打一支针 叫我到 如果到下午的时候 情形没有改善 叫我到大医院去做检查 结果到下午之后 不但没有改善 而且我的舌头讲话 不灵活 而且很吃力 而且眼睛也开始模糊 变成说 看东西都会变成有双碟的影子 一个人看成好几个人的影子 那时候我先生就赶快到我到台中成型医院去 结果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跟我说 其实 他说建议我说要住院 要做详细检查才知道原因 他说可能的原因就是 颜面神经或是脑中风 可是我那么年轻要中风的几率不高 他说叫我住院 他说可是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 可能只有这两个原因 如果是这两个原因的话 你的脸应该也会歪掉 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你自己心理要做好准备 结果我住院的时候 隔天就开始接受检查 我前几天开始检查的时候 我去都是义工用轮尼推我去 因为那时候眼睛模糊 而且左边的脚也使不上力气 所以没办法走 如果都是义工推我去做检查 而从第二天开始 我就每天半瓶凝脂 60颗花粉 半瓶凝脂就是30颗凝脂 60颗花粉这样吃 我没有固定说一餐吃多少 我就是分很多餐 这样一直吃一直吃 结果到了第三天的时候 那个义工来的时候 我跟他说我自己能走路的 因为我觉得说我的左半边 已经渐渐的死得上力气 我说我自己走去 你带我去 因为我眼睛还是很模糊 我说你带我去 我自己走 结果就这样跟他 都是自己走去做检查 结果我先生去到医院的时候 因为医生都没有开药给我吃 他只帮我掉点滴 我先生问说医生说 为什么都没有开药 他说我还没检查出原因 所以我不能开药 只能补充营养而已 结果到第四天的时候 做核子共振 到那下午医生才来跟我说 游小姐你确定是脑干酸塞 就是脑中风 他说可是你肥护的情形 好像很快 你能自己走 而且他每天都帮我 做手和脚的力道测试 他说你的脚和手 恢复的也很快 他说可是我现在才要 开始帮你治疗 你有接受什么另外的治疗吗 我说没有 他说那你有吃什么吗 我说乌鱼没有吃什么 他说那可能是你年轻 你的恢复的很快 你很幸运 就这样 医生开始开药给我吃 可是一天四次的 我也只吃了一次或是两次 都是零支花粉 这样一直吃 到了第六天的时候 我就跟医生要求说 我要出院 医生就说 你恢复的情形很好 可以出院 可是你还是要注意说 回去之后脸可能也有机会 会崴掉还是这样 可是那些情形都是 半年之后才会 我跟医生说 我整个人都很正常 可是最 最麻烦的就是眼睛的部分 还是双重的影子 都没有办法 看得很清楚 医生跟我说 那个最快也要半年 你已经很幸运了 剩下眼睛这样已经很幸运了 那你办出院之后 叫我回家 他说我的手还是 稍微力道没有 因为我别那么有 他说叫我回家之后 做肤健捡豆子 慢慢的去做肤健 结果我 他说你一个月之后 再回来复检 一个礼拜了 一个礼拜之后再回来复检 结果我回去之后 一切都很正常 就剩下眼睛的部分 可是我还是很紧张 我就跑去中医做针灸 医生也跟我说 我眼睛的部分 也是要一个月的 半年的时间才能回复 回家之后 我就这样领植 这样半瓶 就是30颗 花粉60颗 这样一直吃一直吃 一个多月之后 因为我不知不觉中 我的眼睛回复了正常 一切都变得很正常了 所以我很庆幸说 我在事情还没 我在发生事情的当时 我能很快的把林植吞下去 让我在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回复到正常了 那我今天来见证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游小姐 游泳真小姐 那她说她脑干栓塞 可是我在下面怎么看都不像 因为她没有一点那种 那种因为脑干栓塞而产生的 所谓眼面神经失调 或者是歪斜 或者是什么的样子 那当然可能是她 在症状初期的时候 她有及时的来使用林植 所以刚才我们说了 林植从微循环的改善 从保护你的急性缺氧 抗急性缺氧能力等等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所以可能使得原本 因为栓塞造成供氧不足 或者是血流不足 或者是其他的症状的后遗症 相对的要减轻 而且很快的被移除 因此她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恢复到原来预期的状况 谢谢大家